新北市板桥今天凌晨一点多 有一名喝醉的男子他到超商要买东西吃 他认为店员的口气不好 于是他推倒了货架 把咖啡洒满地不断的叫嚣 接着他还把钱往店员的脸上去砸 甚至挥拳打伤了店员 警方到场将这名男子制服 依照伤害 毁损以及公然侮辱等罪嫌侦办 昨天晚上国道1号北上65公里的地方 发生这样的死亡车祸 休旅车跟计程车擦撞 没想到计程车被撞翻 司机的99岁老母亲送医不治 私工9年经费超过551亿的苏花改 今天下午4点钟会全线通车 苏澳到花莲预估只要一个小时 公路总局预估未来假日车流量 恐怕会比之前增加至少5% 大约19000多辆 学者预警苏花改一旦车多 就会造成漏斗效应的塞车 提醒大家春节期间 可能更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 再来看到台北内湖康乐山葡道 昨天有登山客报案说在竹林里发现了 两具大人的遗体 还有一名10岁小男童的遗体 现场并没有打到痕迹 初步怀疑是爸爸先把妻子跟儿子 勒弊之后再轻生 让人惊讶的是 死者竟然是男星的哥哥 手机讯息有留下 他被竹联邦追债超过200万 现场拉起封锁线 大批警力聚集 见识人员忙着踩阵 因为在竹林的登山步道旁 被人发现有三具遗体 事发在台北市内湖康乐山上 当时有登山客爬山途中 来到这树林竟然惊见 里头有三具遗体 吓得他赶紧报警 台中卫星男子开着这个上千万的 蓝宝坚尼超跑 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来车 结果就跟电动机车骑士发生碰撞 造成超跑的钱包感刮伤 而机车车头有破损 骑士的手脚也有擦错伤 警方研判双方都有肇事责任 相关的理赔由双方来自行调解 另外这起车祸也是有超跑受损了 这名驾驶开车会车的时候 不小心去擦撞人家 价值上千万的宾利名车 宾利车的车主是台北市一家 医美诊所的CEO 这CEO很心疼 他买来半年开不到五次的名车被撞了 没想到这个CEO就打驾驶的头 还踹他的腹部 法院判CEO两个月的徒刑 一颗法金六万元 好 再来看到这次艺人柯宇伦 昨天在台北街头被多名 统促党的成员围殴 还有民众录影将他po网 对此柯宇伦坦诚回应 因为他对路过的选举车 比了不雅手势 结果就被围殴 报警之后互不提告握手言和 不过柯宇伦跟动手打他的 统促党成员都被依照设委法送办 清除一名黄姓男子 去年11月违规停车被举报 警方到场要求移车 开了600块的罚单 没想到男子竟然出口大骂 不雅自演 还用脚去夹住远颈的腿部 害远颈跌倒受伤 法院依照 侮辱公务员及妨害公务罪 判刑4个月 一颗罚金12万 本来是600块的罚单 变成12万的罚金 真是太划不来 台北警局自2003年开始执行 阴眼专案 那么这阴眼专案 你就常看到会有警察拿着 一叠的照片猛背猛背 在看这些嫌疑犯的长相等等 但是因为成效逐年递检 再加上警用小电脑 也可以查询个资和人脸辨识 因此现在市警局宣布 废止阴眼专案了 晚上这个台中男屯 32岁的廖姓男子开车失控了 昨天晚上他擦撞了分隔岛 以及路数之后 还波及到另外一辆轿车 随即翻车 被撞的女驾驶头部受伤 还好送医之后并没有大碍 但巧合的是 就同一个路段 前几天才发生了一起 两人死亡的车祸 一个礼拜两起事故 让当地的民众心里毛毛的 邻家附近的骑楼 有没有堆放很多东西呢 这骑楼问题啊 一直是商家跟行人 最大的矛盾冲突 有民众表示说 他们在新北市卢州区这里 看到不少相当严重的 违规占用骑楼的问题 网友也引发共鸣 纷纷表示这个卢州怪象啊 是不是买店面送骑楼呢 何时才能把骑楼的公共空间 还给行人呢 另外有民众前往台北的士林夜市 花了100块钱购买一份骰子牛 没想到盒子里就只有这小 小小的九块小小的牛肉 他对此讽刺说 这是佛心的骰子牛吗 画面曝光之后 网友也爆红说 这种店应该可以抵制下架了 这么小块要100块钱 好 连唱了六场 九龄 蔡依林的巡回演唱会迎来重量嘉宾 五月天来压轴 九龄呢 大开玩笑 她问五月天说 想要看我胯下吗 这让阿信听着笑得好尴尬 中国武汉爆发了不明肺炎 个案已经增加到59例 其中重症有7例 没有死亡病例 那么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说 初步已经排除流感 禽流感 腺病毒 SARS等等的呼吸道病源 并且没有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但是有学者说 不可以排除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 说到这个大陆武汉爆发的 不明肺炎疫情 当地已经掌握了120多位的密切接触者 对此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决议 将扩大医疗院所的通报标准 只要是从大陆武汉地区返国的民众 有出现发烧 咳嗽 流鼻水 喉咙痛 或者是肺炎等等呼吸道症状的话 会要求尽速就医 一律由医生通报裁检 避免轻症的漏网之鱼 美国冰车5号凌晨发生了一起 严重的连环车祸 造成至少有5个人死亡 60人受伤 人性许晓晴 喜欢喝含糖饮料 喜欢吃油炸物 这些不健康饮食 不只会提高慢性病风险 英国研究还发现 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也有关系 离病的风险可能会增加三倍之多 研究者认为 健康饮食 补充营养 可以促进免疫系统健康 减少视网膜发炎 引起的氧化反应 所以提醒大家 还是要多吃健康的东西 少吃油炸物跟含糖饮料 好 一月中就要来总统大选了 紧接着就是过年农历春节 预估会迎来一波旅客返乡的高峰 为了要防疫非洲猪瘟 海关是严正以待 持续在机场 港口 对来自于大陆 越南等等 高风险地区的入境旅客 做行李的全面检查 房检局累计 已经开出了668张 20万元的罚单 这金额合计有1亿3000万 提醒民众 不要期待猪肉制品回国来 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是 苏花改今天1月6号 要全线通车了 客运业者打造美学客运回优号 并且推出了半价优惠来抢客 另外呢 花莲的饭店业者 也看准商机 蓄事待发 推出了住宿最低四折 还有旅游业者推出 在当地免费租机车 祭出花莲两天一夜自由行 只要1690 渴望游客可以增加三成 您最近三年内有买新车吗 千万不要误信车商打出的 买车险送烤漆 这样的销售术语 你把爱车送回保养厂 做俗称的洗车 以为烤漆板金是保险公司支付 是赚到了 但其实保险公司提醒大家 这会增加肇事记录 该年度只要肇事两次以上 下次收到账单 保费就会调涨两成 最得不偿失的是 车主可能还会吃上了 协同诈漆的官司 有一名摊商因为收入不稳 向中华电器申请了手机门号 以200元的代价 卖给了诈骗集团 门号被歹徒用来向一名富人 骗了9万块钱 摊商到案之后 坦诚他转卖门号 法院以帮助诈欺罪 将他判刑两个月 一刻法军6万块 意大利北部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油辆汽车突然朝一群观光客 撞了上去 至少造成6名德国游客 当场死亡 海中沥水渔港沿岸 设置了多座清洗用的小水池 这些是渔民捕鱼 捕蛮苗上岸的时候 清洗双脚淤泥的地方 但昨天呢 这水池遭到游客丢进了 大量的石块 渔民上岸的时候就无法清洗了 海巡署今天出洞巡员 那么这些队员呢 主要是要协助把这个石头搬出水池 提醒游客 这不是许愿池 不要再朝里面丢石头了 印尼最近连日豪雨带来严重的水灾 造成至少有60人死亡 成为当地从2007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 现象时间 这个礼拜的天气真的是变变变 不过至少今天是很好的天气 时间再给你了 华仙 好 大家好 早安 各位官朋友大家早安 相信呢一个礼拜新的开始 可能很多人呢也蛮期待这一周 不过啊 这一周整个天气呢 会稍微有点变化 今天明天是好天气 但是周三 周四这两天 不排除又有东北气风 甚至达到冷气团等级的冷空气 会来影响我们 来看到就是目前 台北市中校东路的吉时影响 有没有看到阳光已经露脸了 今天一样是好天气哦 跟昨天一样 全台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而且高温的部分啊 北部地区温度也可以来到25度以上 先来看到今天是几月几号 今天是1月6号星期一 现在呢包含台北市地区啊 全台温度大约都维持在 18到20度之间 不过今天呢 事实上还是一个节气 叫做小寒 小寒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透过了这节气图 带大家进一步来掌握 事实上这整个小寒呢 它是冬季倒数的第二个节气 虽然说寒冷 但事实上并不是最冷的时候 那么小寒呢 在这一天又一句俗话说了 小寒大冷 人马安 代表的意思呢 就是说在小寒这个节气 如果天气有稍微变冷的话 代表的是蛮符合季节的 所以呢人处呢 都会是比较平安 没有灾害 而在小寒这个季节 有哪些当令的食材呢 我们来看到了 以水果来讲的话 包含有莲雾 枣子 草莓 柑橘跟葡萄 那么蔬菜的部分呢 则是有花椰菜 红萝卜 豌豆芽 芋头 铜蒿跟花生 鱼产内的话也蛮多的有 鱛鱼 红肝 乌鱼跟鲜鱼 都是蛮适合吃的 不过我们要提醒您注意的是 今天虽然是小寒呢 但是要注意的是 今天空气品质真的是不太好 我们通过了空气品质图 带大家进一步来掌握 今天呢因为整个风向 确实是比较偏东风 所以迎风遍地区呢 空气品质还不错 但是要注意整个背风测 从桃园以南到包含了屏东一带呢 其实整个空气品质啊 都亮起了橘色警戒 甚至呢要注意的是 在南头这边呢 还亮起了红色警戒 一定要注意哦 桃园以南到整个屏东高雄一带呢 现在空气品质都是不太好 还有包含了屏东的这个小琉球呢 其实也是亮起了橘色警戒 以及外岛区的金门都要留意了 今天如果说呢 要注意户外的活动的话 还是要尽量减少 而且如果是过敏儿的话 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出门 是会是比较好一点 而整体的天气变化 我们透过了卫星图 带大家进一步来掌握 天气呢整体上是蛮好的 而且今天呢整个北部地区 温度的部分也可以来到 25度到26度之间 昨天全台最高温就出现在 桃园卢竹来到了28度 甚至台北市温度也突破了26度 今天一样是好天气 北部地区呢高温来到25度 中南部地区温度也可以来到 26度到27度之间 不过现在看起来呢 云图上面呢有一个云带 但事实上啊 这是比较中高层的云 所以呢对台湾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大家不用过度担心 但是要留意的是 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温度的部分呢 还是稍微比较低一点 所以呢今天清晨 最低温自动车站来讲的话 刚刚又稍微的往下掉了一点 在桃园的大溪只有13.2度左右 而至于冷宿侧站的部分呢 则是只有16.2度 一定要注意在清晨的时候 日夜温差会是比较大一点 降雨的变化 透过雨区预报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整体上来讲呢 今天呢水气都是比较明显偏少 就迎风面地区有点零星降雨 不过今天外出的时候 其实是不用攜带雨具的 什么时候天气会开始有所变化呢 我们通过了地面天气图 带大家进一步来掌握 事实上整个天气呢 从周三开始呢 就会有所变化 因为整个东北季风就会稍微的增长 而且呢会带来一点水气 所以星期三开始呢 会转为比较湿凉的天气形态 甚至最冷的时候将落在星期四的清晨 不排除达到了冷气团等级 温度的部分呢 中部以北地区可能来到13度之间 甚至空旷地区还有可能下探11度到12度 一定要注意这整个温差上的变化 那提醒您留意的是 今天清晨呢 在整个桃园到高雄这段路程呢 其实呢整个能见度也不是太好 大约呢能见度只有1200公尺到1500公尺 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路况上的变化了 那么至于未来几天天气变化 现在看到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的话 今天呢整个温度的部分呢 可以来到25度左右 而且呢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但是要注意周三周四这两天呢 整个温度会稍微的往下掉 甚至星期三会有点下雨 星期四的话温度会是更低 但是直到了周五周六这两天呢 温度的部分又会慢慢的回升 但是啊直到了星期天呢 可能呢又有下一波东北季风要暴到 所以等于呢 未来这一周天气可以说是两天就一变 中南部地区的话 比较不受到影响 高温的部分呢都可以来到27度到28度 而且一整天呢 未来一周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低温的部分要注意哦 日夜温差比较大 只有15度到16度之间 东半部地区的话 今天一样是好天气 高温的部分可以来到26度之间 好天气直到了明天 但是周三周四这几天呢 整个迎风面的水气会是比较多一点 温度的部分呢低温恐怕也只有16度之间 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东半部地区也要做好 早晚日夜温差的变化 那么最后我们剩几个天气重点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了 今天呢是好天气 好天气可以一直维持到明天 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好好的洗衣晒背 甚至呢农历过年前性呢 也可以来做一个大扫除 不过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 早晚一定要记得多加件衣服 那么今天空气品质不太好 西半部地区尤其南投现在已经亮起了红色警戒 而且呢在清晨的时候呢 现在桃园到高雄呢 能见度只有1200公尺到1500公尺 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路况上的安全了 再把时间交给香华 好谢谢华现在提醒 时间来到早上7点26分